份數的減法和份數的加法都差不多 知道這點之後,我們可以趕快去碼 這裡,第一件事 和加數一樣,我們看看 份母是不是一樣 在這條一模一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直接通份 9 上面就會變成7-4 也就是9份之3 記住不要忘記 如果可以約選做最簡份數的話 那就要約選了 最終答案就會變成3份1 就是這條的答案 同樣道理,如果遇到 這個份母不同的話,我們又要怎樣做 第一件事就是通份 在這條的情況,剛剛適合 LCM就是這兩個數相成 那所以,就等於 下面變成13乘以4 上面就是8乘以隔離的這個份母 8乘以4 減 1乘以隔離的這個份母 1乘以13 那就等於 8乘以4 435 1乘以4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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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乘以5 1乘以5 2乘以5 10乘以5 1乘以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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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何处理呢? 做法和加法真的一模一样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先把整数据出来 就是先把整数据出来,没问题 14-2 然后再加这个分数 为什么是加呢? 或者我们太快 我们先把这些分数拆开 第一个是等于14加7分之1 减 2加3分之2 然后 然后 你记住这里要有一个括弧 因为减的是整个分数 然后我们整个整数出来 整个整数出来 整个整数出来 就变成14-2 之后将这个 由于这个7分之1 支片这个负货是加的 所以这个就变成加了 加7分之1 减 3分之2 3分之2 那这个就是拖了整数出来 就等于 12 加 我们处理分数的这个部分 通分 7 3 就21 之后上面1乘以3就是3 3 3 减 2 7 1 14 不够减哦 那怎么办呢 照写住 等于12 不够减 14-3 就是11 除以21 对了 对了 那之后怎么办呢 留意着这个 12 我们可以把它化成做 11 然后又是一个分数 这个分数等于1 那我们选择 分模一模一样的 11有21分之21 也就是在这里 对了 12 等于 11加21 21 over21 11加1 就是12 11 又21分之21 减 11 21 出到来 就变成了 有21分之10 那这个就是答案了 那如果觉得这些 加减数啊 或者有括弧 有括弧啊 这些很容易错的话呢 我们用回我们传统的方法 这里 用传统的方法 将它全部统一 变成了 假分数 14乘以7 7 7 4 28 98 98 加1 99 99 over7 减 23 6 23 6 6加2 8 over3 然后通分了 7 3 3 3 9 3 9 27 297 减 8 7 56 OK 照减 减完之后 等于 241 除以 21 那大家可以 验算一下 答案 答案呢 都会等于这个 对 和这个一模一样 那 减法和加法呢 没有什么技巧 减法和加法 如果大家懂得加法 减法相对来说 就容易 那 如果你 你问哪一个 例如这一条 遇到有大份数 哪一个方法 比较好呢 我个人是赞成这个方法的 因为这个就会涉及到大家对于 渴户啊 对于加减好 拔出来 之后里面的符号 如何变成 这些需要有影识才 操作得正确的 那如果不熟的话 就用回这个方法 将所有大份数 统一 变成假份数 然后通份 那 我计算出来的答案 就一定是对的了 那份数的减法呢 就在这里